在现在早上的这个时刻呢 你准备要出去爬爬灶了 这天气状况来说当然就很重要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现在的户外天气 可以注意到现在在中部以北虽然有些云层 不过这些云层呢都是比较浅薄的云层 而且这些云层呢等一下就要逐渐的消散了 所以呢阳光会开始要露脸了 而东半部地区的朋友在之前的时候云层量多 这今年2010年的第一道曙光 没有看到不过没有关系 再晚一点呢你就可以看到2010年的第一道阳光了 不过阳光呢在高雄现在已经开始露脸了 今天的云层量减少 温度可以注意到比昨天清晨的时候要上升了 再来呢外岛的马祖还是偏冷 到了金门澎湖温度状况来说金门有点偏凉 但是今天的天气形态来说好天气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次的冷高压的走向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这波的冷空气已经冲到了日本东方的海面了 所以呢因为它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相对的来台湾的冷空气的量就比较偏少一点 晚上呢我们的温度也没有掉到11度那么的低 那昨天晚上的跨年夜呢天气正如我们之前预报的都转晴朗了 所以雨也都没有下了天气好相对的跨年夜大家已经过得很愉快 只是今天的第一道曙光呢因为早上的时候在东半部地区云层量多的关系 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见到了这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风向吹东风了 东风吹进来相对的一些海面的水气也就吹到了台湾东半部的陆地了 所以东部地区云层量多 我们可以注意到云图哦 华南云带现在以往台湾的量已经减少了 现在只有一些比较低空比较高空的云层正在通过当中 所以在今天白天的时候这些高空云层会遮挡住一下阳光 但是天气形态来说不会下雨是个稳定的好天气 那再来什么时候有变化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 从地面天气图上就可以注意到在上海有个分裂高压逐渐出海 分裂高压通常出海之后呢 我们整个风向就吹东风了 东风吹进来没有冷空气了 所以中午的温度都上升了 从北到南都可以升到20度以上 尤其在南部的朋友今天甚至可以到24 25度呢 那北部的朋友呢感受起来也舒服了 因为中午的温度可是也会升到21甚至是22度呢 高压逐渐出海天气稳定了 可是这个天气稳定时间不会太久 我们可以注意哦 长江流域这边已经开始有云层在发展了 等到高压走了之后这边会形成一道低压系统 低压的封面云带在明天的下午以后会开始接近北台湾 所以北部地区在明天下午云层量增加 又要转为有下雨的天气了 但是这道封面走得快来得也快 来得快走得也快 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就逐渐的离开了 所以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 周日的天气开始要好转 不过要提醒您 周日开始你要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 往北走加件外套天气有点凉 往南走呢天气倒还蛮舒适的 不用穿的太多 再来呢礼拜天的开始一直到下周二 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再来下周三封面再度接近 周四北方的冷高压逐渐带下来冷抠气 我们又是下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 周四又要报到了 我们接着先来看看今天的温度了 注意到今年已经虎年到了 我们放了只小老虎 温度的状况来说呢 北部的高温在19甚至有机会到21度 天气状况来说呢 早晚的时候北部海岸线跟东北角 有点下雨的机会 因为吹东风的关系 零星的毛毛雨在海边 台北盆地倒是不会下雨 中午呢蛮舒适的 早晚天气有点偏凉 到了中部跟南部 中午的高温就越往南走 温度就越高了 到了南部可是24 甚至今天有机会到25度 中南部都是天气晴朗 要注意的是呢 早晚天气有点偏凉 早出晚归 要特别注意到保暖 另外呢到了东半部地区呢 因为吹东风的关系 早晚的时候在海边的部分 也有一点点降雨的机会 白天的天气呢 也有升到20度以上 所以今天整体气温都上升了 今天可是元旦哦 我们再来就看一下这 2010年第一个礼拜的天气了 明天元月2号有封面要接近了 明天时间的下午的时候 封面接近 北部会转为有短暂性的降雨 到了中南部呢 还是天气晴朗 气温的降幅没有太多 到了周日的时候 随着封面已经逐渐离开 天气开始好转 那北部的朋友 你要往南走的话呢 返回工作岗位 南部的天气舒适 只有早晚偏凉 但是你 由南部要返回北部的工作岗位的话 北部晚上倒是有点冷的感觉 周一周二好天气 周三呢 封面再度接近 转为下雨 周四呢 冷气团报道 北部的低温又回到了11度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再来有明显的天气系统的变化 时间点会落在下周三的时候 那今天 小丁明给您一个提醒了 等一下出去游玩 记得哦 早晚的天气还是偏冷 要注意保暖了 还有一点哦 你今天开始往山区旅游的话 要注意哦 这两三天 山区都会有起乘务的现象 行车要特别注意到安全 更多的新闻重点 交给亚倩